四大難題無解恐壓垮習近平自身 在紐約曼哈頓舉行的《決戰2020時事論壇》上 陳破空解析了中共和習近平面臨的四大難題 他說 目前國際公認 中共面臨40年來最糟糕的經濟局面 很多經濟學家和西方政府認為 中共官方公布的經濟數據不可信 中國的真實經濟情況是 GDP零增長 甚至負增長 而失去經濟增長不僅動搖中共執政根基 也動搖習近平的權力根基 因此 中共也在創造新詞 粉飾太平 經濟大滑坡 中共創造了很多術語 創造了什麼下行 經濟下行 它不說經濟滑落或者衰退 然後創造了經濟下行壓力 然後不說宏觀環境的惡化 然後還創造了一個新常態來遮掩 遮仇 陳破空認為 中共面臨的第二大難題是美中關係翻覆 而且範圍廣泛 不僅是貿易戰 對於美中貿易協議重點 中共官媒隻字不提 只是象徵性的提了一下 降低關稅 實質上 美中協議有七大主要問題 縱觀這七大問題 沒有一件是美國製造出來的 比如說知識產權 技術轉讓 匯率操縱 服務業 金融業 還有擴大貿易 還有雙邊爭端和解決機制 這個實質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協議把它翻譯過來 它的話就是這麼說的 就是美國 這個中國製造的問題 美國要求你解決問題 美方提出的要求 中方必須去執行 美方要監督 中方不能被信 陳破空還提到 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 也令人驚訝 這也說明 戰後是美國在主導和維持世界秩序 包括經濟 貿易和金融秩序 中共想當這個秩序的挑戰者 理應受到美國的還擊 一打貿易戰 一升加關稅 中國就失業潮 工廠倒閉潮 還有外資撤離潮 一打科技戰 中共的科技企業就停擺或者癱瘓 或者是像中興 或者華為 或者進化 或者是海康衛視 一說銀行制裁 中國這些銀行不能用美元結算 脫離了Swift這個系統 結果就在國際上停擺 陳破空指出 持續了六個多月的香港全民大抗爭 是中共的難題之三 誤判香港局勢使得中共權勢敗計 暴力鎮壓引發勇武抗爭 而香港民眾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 第一個 港府特區政府被迫撤回了惡法逃犯條例 送中條例 第二個 就是區議會大選香港民眾的大勝 壓倒性勝利 再一個就是美國通過了香港民族人權法案 和保護香港法案 中共的難題之四則是新疆集中營的曝光 陳破空表示 新疆集中營是21世紀的納粹集中營翻版 成了全世界統批的靶子 他也把中共盯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陳破空感慨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達到了權力頂峰 通過選擇性反腐 習近平一度贏得民心 但他最終措施良機 包括我們這些政論家也都是予以鼓勵的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這個選擇性反腐 最後他背立了他的初衷 這個初衷就是當時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所表達的 說先治標後治本 治標為治本營的時間 但是他們最後自私其言 陳破空說 中共政權要往後走 往左走 而且越走越遠 而習近平發動修憲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 這也是他權力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失去廣大民心加上反習勢力結集 習近平恐怕難以超越任期制 不是說他要保這個黨 要這個黨的問題 連這個黨都不想要他 面對四面楚歌 習近平還有出路嗎 陳破空認為 習近平本來有出路 卻陷於眼界狹隘 如果不改嫌疑者 那麼等待他的歷史定位和命運是很清楚的